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却蕴藏着深刻的智慧和长久的实践价值 健康靠坚持 无论是饮食 运动还是心理调节 这五个字都能贯穿其中 成为我们健康生活的指引 秘诀的核心在于 真正的健康不是一蹴而就 而是通过长期的自律和积累得来 接下来 让我们逐步探讨这五字真言背后的含义及其实践方法 让它成为你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健康法宝 健康靠坚持这五个字虽然简单 却是对健康生活方式的最精准总结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最终目标 而靠则强调了主观能动性 它告诉我们 健康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而是需要通过自己的行动去获得 而坚持则是秘诀的核心 它传递的是一种长久努力的理念 很多人总是因为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而难以维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导致健康状况反复 事实上 无论是每天保持适量运动 坚持均衡饮食 还是养成规律作息的习惯 这些都需要时间和耐心 坚持不仅是动作的重复 更是对自我约束力和目标感的强化 懂得坚持的人 最终会收获健康的果实 这正是秘诀的魅力所在 健康生活的基础无非是三大方面 饮食 作息和运动 而秘诀健康靠坚持恰好贯穿其中 首先 在饮食上 坚持做到均衡是关键 现代人常因为工作繁忙 忽视了饮食质量 或者过分依赖高糖高质的快餐食品 坚持自制健康餐 控制食量 才能有效地降低慢性病的风险 其次 在作息上 坚持早睡早起 保证充足的睡眠尤为重要 很多疾病都源于长期熬夜和睡眠不足 最后 在运动方面 持之以恒地进行适量的锻炼 是增强免疫力的有效方法 从每天步行半小时到参加健身课程 坚持让身体始终保持活力 生活方式的调整看似频繁 但只有真正做到坚持 才能让健康成为一种稳定的状态 健康不仅仅是身体层面的无病痛 还包括心理层面的平和和稳定 心理健康与身体健康密不可分 而健康靠坚持的秘诀 同样适用于心理调节 现代社会充满竞争和压力 人们很容易陷入焦虑和抑郁的情绪中 如果不能坚持通过适当的方式排解压力 身体也会因此受累 科学研究表明 长期的心理压力会削弱免疫系统功能 导致多种疾病的发生 因此 保持心理健康尤为重要 每天抽出时间进行深呼吸冥想 记录感恩日记 或者培养一种能够放松心情的爱好 都是有效的心理调节方式 但关键在于坚持 通过坚持积极的心理调节方法 我们能够拥有更加平衡的心态 从而让身心健康相辅相成 在一位中年职场女性的故事中 健康靠坚持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这位女性原本由于长期加班和压力过大 陷入亚健康状态 体重超标且时常感到疲惫 医生告诉她 如果不改变生活方式 她的身体可能很快会出现严重的问题 于是她开始实践健康靠坚持的秘诀 她每天早晨坚持跑步20分钟 无论天气如何 从未间断 她调整了饮食结构 坚持少油少盐 尽量避免高热量零食 同时 每天晚上花10分钟冥想 帮助自己释放情绪压力 最初的几周 她也曾感到疲惫和抗拒 但凭借毅力坚持下来 6个月后 她不仅成功减重 身体指标也恢复了正常 这一案例告诉我们 坚持看似简单 却是改变健康状态的关键所在 现代医学和科学研究 为健康靠坚持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多项研究表明 规律的健康行为 能够显著降低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和肥胖等慢性病的发病率 例如 柳叶刀的一项研究指出 每天3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 可以将心脏病风险降低20%以上 而坚持健康饮食 则可以显著改善血糖和胆固醇水平 此外 心理学研究也发现 长期的正念冥想和心理干预 能够提高抗压能力 改善睡眠质量 科学还揭示了坚持的心理机制 通过重复性的良好行为 我们的大脑会建立新的神经连接 使健康习惯逐渐成为 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 因此 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 健康的基础都离不开科学的长期积累 尽管健康靠坚持 是维护健康的核心理念 但在实际生活中 很多人可能会过度解读这一原则 例如 有些人可能认为只要坚持某一种方法 就能获得全面健康 而忽视了其他因素的平衡 坚持跑步的人 如果忽略了饮食和作息 也难以达到理想的健康状态 而过分依赖某种保健品 坚持服用却不改变不良生活习惯 同样无法真正改善健康 因此 我们需要全面理解秘诀的意义 坚持的重点在于科学和多方面的结合 而非盲目固执 只有在全方位平衡的基础上 坚持才能发挥其真正的作用 想要践行健康靠坚持 需要从小处着手 逐步建立健康习惯 首先 从今天起 设定一个可实现的小目标 例如每天步行5000步 或减少含糖饮料的摄入 其次 保持规律作息 固定每天的睡觉和起床时间 第三 尝试在饮食中增加水果和蔬菜的比例 同时减少油炸食品的摄入 对于心理调节 每天流出5到10分钟 尝试进行冥想或者书写心情日志 最重要的是 不要因为一两次的中断而放弃 而是把它当作新的开始 健康习惯的养成 需要时间 但通过循序渐进的坚持 这5字秘诀将逐渐融入你的生活 让健康成为一种习惯 健康是一个长期的目标 需要时间的积累 而非短期行为的堆砌 这就如同种下一棵树 只有长期浇水施肥 它才能长成参天大树 如果只在短期内勤奋努力 却难以坚持 健康的成果也会随之消散 现代人常追求快速见效的方法 比如短期极端节食 过度运动等 但这些往往会对身体产生更多的伤害 真正有效的方法是稳步前进 坚持每一天的小改变 就算偶尔遇到挫折 也不要气馁 而是调整心态 重新出发 长期坚持不仅能让健康状态更加稳定 也会让你更有信心 面对生活中的其他挑战 健康靠坚持不仅是一句口号 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和人生哲学 它提醒我们 健康并非一蹴而就 而是每天行动的累积 当我们把健康融入到生活习惯中 让坚持成为自然 我们就已经在朝着健康的人生迈进 通过饮食 运动 心理调节的全面坚持 我们能够收获的不仅是身体的健康 还有内心的满足与幸福 这五字真言如同一盏明灯 为我们的生活指引方向 今天就开始行动 让健康靠坚持成为你人生的座右铭 迎接更加美好和充实的每一天 好了 今天小G为大家分享的精彩视讯 暂告一个段落 如果大家对小G的视频有什么看法 或者想看到其他自己喜欢的影片类型 都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及讨论 小G会尽量为大家安排 下一期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大家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欢迎订阅我们下来 以上